记者葛又豪高雄报道,在日本山行县及村美容子之事的邀请下,高雄市长陈菊率团到日本访问,今晚在联合国冰雪与文化世界观光会议欢迎晚宴上,他和三十国代表相见欢,分享城市观光心得。 陈菊此行前往知名日据阿信的故乡山行县,进行市政参访并出席山行县政府日本观光厅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合办的联合国冰雪与文化世界观光会议。 陈菊今天先拜会山行县及村美容子之事,他强调,高雄和山行两位首长二年来彼此以四度互访,在教育和农业领域有实质交流成果,希望今后能紧密合作,加速推动两地包机执飞,农产,直销等一题。 陈菊也参加今天晚间的联合国冰雪与文化世界观光会议欢迎晚宴,和来自美国、中国、韩国、德国、英国、尼泊尔、劳国、阿尔巴尼亚、斯里兰卡等三十国近三百位国家城市代表及专家学者相见欢。 陈菊说他非常期待在这场联合国会议中和世界各国分享城市观光心得展现高雄为欢迎世界旅客投入的行李与成果,并与国际一同探讨观光产业的未来面貌及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